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演员的话题 我觉得做演员的确确来说 它是特别不容易的 演技是非常关键的 是的 今天我在上大学学表演课的时候呢 我记得就要扮演一头狮子 所以我在这个地上爬来爬去 都无法投入到角色当中 所以我觉得无实物表演非常关键 包括真听真看真感受 还要抛去自我 那就是解放天性了非常重要咯 是的 其实无实物表演呢 确实具有很大的难度 比如说我之前去探班这个 云西传这个剧组 就发现呢 原来我们看到那些制作很精良的 和怪兽打斗的画面 所有的怪兽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比如说演员张哲瀚 就必须看到这个绿布 然后对着绿布幻想一些 喜怒哀乐的表情 这样觉得还蛮不容易 对啊 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包括自己的情绪 和动作一定要精准到位 好了 接下来时间我们赶快去来探班一下 他是神雕侠侣里 忠肝义胆的耶律奇 班淑传奇里高傲毒蛇的魏英 是的 他就是张哲瀚 一个为梦想奋斗了七年的年轻演员 七年的历练 让张哲瀚的作品 越来越被观众认可与喜爱 这一次 这位帅气的小哥哥突破自我 接受新挑战 在电视剧《芸汐传》里饰演龙飞夜 全眸腹黑的人物设定 与他以往所饰演的角色 个性大不相同 我觉得这个角色 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 就是之前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冷酷一点的角色 或者是不爱说话的 但是这个像龙飞夜这样 比较全眸 有点像狼牙榜中 那个梅长苏这样的角色 我就是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戏里张哲瀚不仅与女主角 居俊一之间 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 还得全眸天下胸怀苍生 情感拿捏上难度大 但且不说 这一上来就是一场无事物表演 也是很考验演员的演技呀 这个是挺难的 因为我们之前会跟演员 会协商过这场戏 叫环境是怎么样的 然后先把它的幻想空间 先把它架构出来 然后演员在现场做的时候 就对着我们的绿衣人 快点对着一个空气 就去想象 发现他闻到味道 慢慢靠过来 又是躲一躲 越来越靠 越来越靠 就慢慢看就往这边说了 回头 鱼系 他们会把那个过程 讲解给你听 讲解完了以后 你自己去想象和理解 然后就表演出来 然而观众朋友们 是不是也很好奇 在绿布前表演完 是如何制作出画面的呢 瞧见没 这些小红点 可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红点呢 是给特效公司去做那个更终点 因为我们机器会动来动去 所以他要找那个更终点 他就好做那个电脑动画 随着绿布的诞生科技的发展 在拍摄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一部戏里很多镜头 并非实际拍摄 而是棚拍 演员在绿布前 无事物表演 而后再通过高超的 后期制作手段 为观众呈现 精妙绝伦的视频盛演 然而一部好剧 观众看得过瘾 可这其中的艰辛 却不为人知啊 比如说这一场 男女主演 大战独鼓兽的戏份 可是一遍又一遍地 拍了一整天啊 眼神有的时候 你自己可能 当时演的时候 并没有注意到 我助理拍了回放 给我看了 我为什么这个时候 眼神是飘的 我应该是很专注地 看着对方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去跟导演说 我说导演啊 刚刚我那地方没有演好 我就跟导演共同 我说想来个更好的 一个演员敬业的工作态度 或许就是这样苛求完美 一遍又一遍 不厌其烦地 向观众掏着自己的真诚吧 我觉得拍戏 就是个体力活吧 就是一个 常人难以想象坚持的东西 你拍到男一号了 一步步上来了 有拍男一号的戏量 和播出的压力 但是呢 都在成长 想要呈现一部 观众买账的 优秀影视作品 需要各个部门之间 默契地配合 以及演员对待 每一场表演 都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就我看他拍这案 对 那我就走 对 我要不要就是说 退出来 拿剑砍两下呢 拦住以后 退后 一剑 根本就一点反应没有 我接了这个角色 都是我当下我最喜欢 我最愿意去做的 最愿意去拍的一个戏 我会在当下把它做好 做好 完了 其他的就交给观众去生活 我也会期待着下一个 下一个我喜欢的角色 下一个不一样的挑战 演了很多戏 最期待的永远是下一个角色 只有一次次去闯 去挑战 去冒险 才能成长 才能进步 才能为观众呈现更加精彩的影视剧呀